12月2日 股市中投机系列及风险评估及管控 作者 Ada 之前把一些影片删掉 有一些网友说想要复习 我就把影片浓缩到同一步 接下来几天我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不一定会发影片或文章 大家可以自行复行之前的文章及影片 文字部分都在部落格 网址我会放在影片留言区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股市中投机系列1 2.股市中投机系列2 3.股市中投机系列3 4.股市中投机系列4 5.风险评估及管控系列1 股市中投机系列1 作者 Ada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新手傻傻分不清投资 投机及坑杀这三者不同的地方 2.如何避免掉入投机陷阱 3.投机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的原理 1.一般新手傻傻分不清投资 投机及坑杀这三者不同的地方 1.我记得之前有和一位网友谈论过 1.他觉得他的绩效很棒 1.可以带领无数的散户得到超级高的报酬 1.我和他说 2.以科学统计的角度来说 2.他这种想法是绝望的 2.投资是你把钱投入公司 2.公司每年赚到前后配出股息给你 2.这属于全部的人都有 2.但报酬率是合理且平均的 2.不会有一周赚百分之十 1.一年大赚百分之100 这种是投机坑杀就不同了 2.这部分属于零和游戏 2.只要找一个标的 2.不论是垃圾或石头 2.只要有人愿意进去交易 2.就能达到零和游戏的效果 3.有一些人天真的以为 3.他可以让他1万个 5万个粉丝同时获取巨额的报酬 3.稍微动一点脑就知道 4.这是不可能的 5.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5.以投机来说 5.透过追踪筹码 5.技术分析 5.心理分析 5.消息面 5.等 5.大家就在个股票玩零和游戏 5.总是会有人赢 5.有人会输 5.如果有少部分的人 5.可以获利百分之100 5.百分之300 5.那就意味着剩下的人 5.要提供这百分之100到百分之300 5.这是合情合理的 5.只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5.自己是获得这百分之100到百分之300 5.的那个少数人 5.而不是提供百分之100到百分之300 5.的多数人 5.当你在投机时 5.你一定是会去追会涨的个股 5.所以平凡换股是必要的 5.这时就会产生手续费及交易税 5.这部分不论你输或赢 5.你都得支付 5.因为投机赚差价是零和游戏 5.不会从公司赚的钱中得到任何一毛钱 5.所以如果1万个人同时去操作短线 5.这1万个人的平均一定会输给另一个1万人做中长线投资报酬 5.这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5.如果你中长线投资 5.人数再多 5.你所有的报酬都是公司赚到后配给你的 5.而且你不需要支付手续费及交易税 5.最终这1万个人平均的绩效都能赚 5.这不会有什么问题 5.有一些达人不了解这件事 5.那你可以说他单纯就是天真且无知 5.妄想可以带着1万 5万个人通通赚大钱 5.有一些事坏 5.就是专挑小型股 5.低市值 5.低股价 5.没获利的股票较近 5.那些小型股在他巨大的粉丝同时涌入时 5.股价短线当然就会爆量上涨 6.当他叫出时 7.他可能会说自己被锁定了 7.其实单纯就是他叫出 7.他的粉丝们同时卖出 7.造成人采人 8.主力单纯就是他幻想出来的 8.其实坏人就是他 9.有很多人会去吃这种人的豆腐 9.看他较近 9.叫出时就搭顺风车 11.有一些达人更坏 11.获利后反手放空 11.然后叫出 11.股价崩跌时他再赚一次 11.这种人就是良心被狗啃了 11.这种坑杀法是新鲜事吗 11.一点也不 11.我在这已经看了很多次了 11.一而再 11.再而三的重复发生 11.一些运气好的人 11.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幸存者效应 11.他就开始赞颂该达人 11.那些套劳弱势的人 11.因为已经赔钱了 11.一来丢脸 11.二来弱势 11.怕出来抱怨又会被幸存者 11.或是集团的人围攻 11.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鼻子摸着认赔 11.当你参与这种投机 11.坑杀炒股时 11.你一定要记得 11.赢家就是少数 11.以科学的统计 11.就是平均的人一定会是赔 11.因为有人大赚 11.所以赔的人数一定是远远大于赚的人 11.这一点绝对不需要怀疑 11.简单的平均数学计算而已 11.如果想投机或是坑杀 11.你可以观察这里 11.你可以学到很多坑杀手法 11.当你学会后 11.至少可以保护自己未来不会被坑杀 11.如果你想跟着这里的人短线投机 11.也没有人说不行或不好 11.但你至少要看得出来 11.他是不是在坑杀你 11.或是真的带着你在投机 11.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是是 11.投机还是得靠自己 11.不是所有带你投机的人都是坏人 11.但是是坏人的几率很大 11.想要跟着别人投机时 11.你至少也要有一点功力 11.知道自己在投机 11.我看很多跟着投机 11.或是被坑杀的新手 11.一直觉得自己在价值投资 11.当你傻傻 11.搞不清楚时 11.你是不适合投机股票的 11.不如就乖乖地买大型全职基优股 11.去研究基本面 11.靠时间获得合理报酬 11.如果有时间 11.在报股票时 11.自己修炼投机功力 11.当有一定的投机程度后 11.想去投机再去投机 11.如何避免掉入投机陷阱 11.网友珊珊提问 11.A大宁愿意让其他散户 11.保持理性跟冷静 11.有时间也来普申伯来公园 11.看我们一下好吗 11.原A大回答 11.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个故事 11.很多新手眼中只有股价 11.他们不知道股本这件事 11.也不知道筹码 11.今天如果你要坑杀别人 11.你要选一档股本2000亿的 11.还是2亿的 11.哪一个比较简单 11.答案就是2亿的 11.那一样是2亿的股本公司 11.股价一个长期在100元 11.一个长期在2元 11.哪一个比较好控制 11.答案就是2亿 11.股价2元的 11.这就符合了泰金宝 11.美德一的特性 11.炒股集团只需要用一些钱 11.就能控制股价的走势 11.很多新手眼中又仅有股价 11.看到股价上涨时就以为要发大财了 11.但是股价单纯就是拿来引诱你们的耳 11.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给你听 11.一家刚上新贵的公司 11.这时你觉得市场上散户有股票吗 11.一定没有的 11.这时公司只要叫券商造势 11.股价涨到多少都是可以的 11.这时散户就会觉得有差价想去买 11.最近一些抽股票的都是利用这原理 11.之前亚洲葬寿司在新贵股价涨到325元 11.结果给你抽到时 11.拿到后股价仅有120元 11.现在跌到100元以下 11.其实股价涨到325元 11.就是左手卖右手 11.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有股票 11.你懂这道理后 11.你要如何去避开这危险 11.那就是以基本面位底 11.去做一个最差的假设 11.例如我买了红海 11.如果我80元买到 11.那最差我会怎么样呢 11.当你发觉红海净值84.38元 11.一年赚8元 11.一年配4.2元 11.最差你就是 11.是抱着当长期的股东 11.股价在77元 11.76元 11.75元 11.你根本就无所谓 11.反正每一年到了 11.你就能拿到4元的股息 11.公司连续赚各3到5年 11.8元是没有问题的 11.一旦你做了这假设后 11.没有人有本事 11.赢走你的钱了 11.反正你就使出蓝的 11.理你大法 11.抱着你用时间就稳赢 11.这道理是用在台积电 11.联电 11.联发科 11.赵峰金 11.等 11.台湾50成分股中的前40大 11.有一些股价偏高的就不要去选 11.那回到一些投机股 11.一来没有基本面 11.二来没有净值 11.三来没有竞争力 11.四来不知道能赚多久 11.五来股价已经高到100年后的 11.获利都被拿走 11.这种标的你只要一有闪失 11.你一定就是受重伤的 11.所以我就将这类股票叫投机股 11.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11.吹牛 11.反正公司能不能赚钱不重要 11.会不会配息不重要 11.股价会涨最重要 11.你要能卖给下一只老鼠最重要 11.这也是我和你说的 11.短线一定是无朋友的 11.投机时别人就是瞄准你放钱的地方 11.用尽任何方法都要让你非理性的掏钱 11.有的是用盲目的乐观 11.有的是制造共同敌人 11.有的是用温情 11.你是我的宝宝 11.等 11.反正手段很多 11.只要你吃那套 11.他就成功了 11.当一个新手时 11.你主要的目标不是短线发大财 11.你要先以在股市中活下去 11.先得到合理的报酬 11.磨练自己的功力及心理面后 11.再去想赚更大的钱 11.你不会游泳时 11.应该不会直接跳到大海中学游泳吧 11.你一定是先到游泳池 11.而且是比较浅的地方 11.是一下自己的打水技巧 11.当学会后才会去深水池 11.当很厉害时才会去大海 11.不过我建议还是不要 11.还是太危险了 11.能去大海游泳的人 11.投机股 11.转型股 11.小型股 11.新贵股 11.一定要有相当的技巧 11.你不做好安全措施 11.你还是很容易就溺死 11.投机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的原理 11.最近分享了投机及投资的区别后 11.我发觉这里对于投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 11.原因不是自己喜欢投机 11.而是更想知道投机的原理是什么 11.自己所处的风险有多大 11.自己和炒股集团 11.主力 11.达人 11.专职投资者之间的优势及劣势是什么 11.有一些投机玩家知道自己在投机 11.就是往前多的地方去 11.找会长的 11.热门的 11.小型的 11.投机股 11.有题材的 11.本梦比大的 11.等 11.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投机 11.也没有人说你们这样做不对 11.甚至如果你成功 11.你能快速地赚到巨大的报酬 11.我仅是让新手搞懂自己是不是在投机 11.当这些人看完投机的原理及自己要负担的后果后 11.如果还是决定赌一把 11.最终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11.有一些人会说 11.这里有很多达人 11.带着我们买了很多投机股 11.题材股 11.小型股 11.太阳能股 11.生计股 11.等 11.让所有的人都赚了很多钱 11.所以他们带领着我们去赚钱 11.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11.请你立即停止投机 11.因为你还不懂投机的原理 11.当一些人较近买了这些股票后 11.参与的人会觉得自己在过程中发财了 11.其实你并没有发财 11.甚至也没有赚到钱 11.交易的原理就是 11.今天我卖给你 11.你买了 11.我们约定一个价格 11.这价格对买的人及卖的人才有意义 11.今天如果你参与炒作投机股 11.你单纯就是其中一个堆高价钱的人 11.在过程中 11.你以为你赚到了大钱 11.其实只有当下交易的人才赚到了大钱 11.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1.一档股票1000张 11.股价2元 11.这1000张原本握在100个人手上 11.一个人10张 11.这时有人开始买进 11.以3元成交1张 11.4元成交1张 11.10元成交1张 11.100元成交1张 11.过程中只有4个人交易了4张 11.分别是成本2元卖了3元 11.成本2元卖了4元 11.成本2元卖了10元 11.成本2元卖了100元 11.当股价到100元时 11.握有这1000张中的100人都发财了吗 11.应该没有吧 11.单纯就是为实现损益显示赚了钱 11.但如果这100个人同时要去实现这财富 11.在市场中卖出了1000张 11.你觉得股价会是多少 11.正常来说就是2元 11.过程中这100个人都以为自己发财了 11.其实就仅有4个人 11.分别用2元 11.3元 11.100元卖出的人赚到钱 11.剩下的都是虚幻的 11.如果你不信 11.若目前你在以下标股中 11.元金 11.联合再生 11.茂迪 11.利利 11.等 11.如果你已经赚钱了 11.你现在就实现获利 11.然后3个月 11.半年 11.一年后再回来看 11.当标股回复理性后 11.开始修正 11.下跌 11.甚至崩跌 11.里面的人开始崩溃 11.开始怨天尤人 11.开始受重伤 11.他们那时会搞不懂 11.下跌时 11.钱是被谁引走 11.唯一的出口就怪空方 11.怪放空的人 11.以为钱被放空的人 11.赚走了 11.万恶的空方一直在打压 11.自己的标股 11.万恶的空方看不得别人 11.发大财 11.赚大钱 11.其实根本就不是放空的人 11.赚走里面原本多方的钱 11.钱早在上涨的过程中 11.就被赚走了 11.当有人花了30元 11.买了元金 11.就有人用30元 11.卖了元金给你 11.这时你的钱就被他拿走了 11.如果你买了30元 11.之后用40元卖出 11.买40元的人 11.就为你集上一个 11.卖给你的人付账 11.最后谁买到最非理性价 11.那个人就会为所有的人买单 11.在这些主力股中 11.有很多具优势的人 11.炒股集团 11.达人 11.专职投机者 11.高手 11.这些人虽然很厉害 11.但真正最大赢家 11.是政府及券商 11.他们在对决过程中会一直收交易税及手续费 11.如果你什么优势都没有 11.最后负账的当然就是你 11.当我告诉一些新手这原理后 11.你可以选择不要再投机 11.也能再继续投机 11.至少你懂投机原理 11.这也会加深炒股集团 11.达人 11.专职投机者 11.高手的风险 11.因为本来面对一群不懂的人 11.现在有人交懂了他们 11.只要这些新手们在过程中赚到钱后 11.就迈出永远不再进来 11.不再被股价迷惑 11.最终负账的就会是里面原本要杀肥羊的狼群们 11.如果你原本就是投机玩家 11.我单纯就是提高你们玩金钱游戏的难度 11.如果你够厉害 11.你还是能胜出的 11.一直欺负不懂的人 11.你们也不会进步 11.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方格子篇 11.股市中投机系列2 11.作者 A大 11.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1.在股市中分为投资 12.投机 投资加投机 12.你的目的不同 12.方法也不同 12.一般的散户投资股票为什么会输 13.投机者与投资者的不同 13.在股市中分为投资 12.投机 投资加投机 12.你的目的不同 12.方法也不同 12.投资为例 12.你仅需要基本面 12.自我心理面 12.资金配置 12.时间 12.耐心 12.投机为例 12.你需要筹码面 12.法人心理面 12.散户心理面 12.自我心理面 12.技术面 12.资金配置 12.风险管控 13.投资加投机为例 12.这也是外资群常使用的方式 8成核心持股 12.两成短线操作 12.需要的就是基本面 12.自我心理面 12.资金配置 12.筹码面 12.法人心理面 12.散户心理面 12.技术面 12.风险管控 12.也就是全方位的技巧 12.八成核心持股 12.稳赢的习 12.两成的资金完波段 12.使得自己的绩效 12.资金资金资金 12.经理人 12.就算失败 12.还有八成核心持股 12.还是在同业报酬率的附近 12.很多投资者很有趣 12.他搞不清楚 12.自己在干什么 12.基本面 12.你只需要找一本会计书 12.近下心看 13.三个月到半年 12.你就具备了 12.基本阅读 12.你只需要 rock 13.你就是把钱放进公司中 12.公司每天 12.每周 13.每月 13.每年帮你赚钱 13.这需要时间 14.最终股价会像主人与狗一样 13.价格反映在价值上 15.如果你想投机 14.你就要去磨练自己的其他投资技巧 看盘及抱怨不会为你的人生改变什么的 只会让你越来越惨 如果你想投资 红海的基本面对现在的股价没有什么大问题 自我心里面改善部分 我建议你看一本交易心理分析 作者马克到格拉斯 看完后你能建立自我心里面 这样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投资者 即懂基本面 也懂管控自我心里面 透过时间的等待 让公司帮你赚钱累积你的财富 如果你觉得自己聪明过人 觉得怎么可以一年仅赚5% 那你可以试着去投机 不过投机的门槛非常的高 你可以单纯的投机 也可以选投资加投机 这时你就要针对不同的面向自己去努力 筹码面方面 你要靠着每天耐心的追踪筹码 去看法人的心态 散户 法人心里面 你要靠着长时间的观察 验证 了解法人及散户的心理 进而占他们的便宜 资金配置方面 你要克制心魔 不能恐慌 贪婪 靠着长时间的布局 让你的成本买在均线上 是你布局的时间长度 如果你想要成本在季线 你就布局一季 如果你想要成本在半年线 你就布局半年 如果你不想精进自我的能力 每天就是在这看盘 叫盘 抱怨 你不会赚大钱的 如果你不信 看一下自己的户头 是不是钱有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 代表你的方式错了 真正的赢家是会一直 检视自己的能力及策略 设定一个目标后 他会检视是否目标的达成 你投资 投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结果你的户头中的钱 却没有增加 那代表一定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如果你不检讨 每天活在满满负能量的环境下 那你的生活就会相对的悲惨 我看过很多有钱人 也看过很多在社会成功的人 他们都是正面且积极的 那些只会抱怨别人 不检讨自己的人 永远都不会成功 试想 钱等于劳力抵用券 你一辈子从23到25岁开始工作 60到65岁退休 工作40到45年 男性平均能活75岁 女性活85岁 其实你一半的人生工作 一半的人生别人为你工作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你想要财富自由 想要40岁就退休 那代表你只想工作15年 享受60到70年 别人为你付出劳力 这时你没有方法 没有策略 怎么可能达得到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 就抱着股票 多读一点心理学的书 改善自己的心理 如果你想投机发大财 这种人100个钟了不起 只有2到3个 如果你不比人更努力 你不会是这100个钟的 2到3个拿人的钱 而是其中的97到98个送钱的人 公司如果赚少想要配多 公司整体的负债比就是比较高 很多投资人很短视 觉得短线配越多越好 但说穿了 你单纯就是想短线操作赚差价 因为股力政策如果很好 股价也许会上涨 但对于一个中长期投资者来说 公司的稳定及安全是更重要的 鸿海是台湾第二大全职股 可以容纳的资金也更多 有人觉得鸿海的净值89.46元 我拿不到 那是你短视 你去查一下什么叫股票 你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单纯就觉得想要操作赚差价 赚不到就怨天游人 你持有股票就是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里的净值是每股净值 你持有一股 就是能分89.46元 股价跌到70元 60元也改变不了这事实 回到短线投机上 如果你要投机 那就去投机 是赚是赔 就是个人的行为 所谓的没有弱点投资 就是你持有的公司基本面越好 安全边际越高 竞争力越强 你长期坚持有才更安全 股价会波动 玩差价的人通常是遇到一些大事件时 害怕公司倒闭了 所以忍痛卖出 如果你持有的公司竞争力很强 基本面很好 你就不会有这个弱点 行情不好时你不一定要卖 你如果有钱你反而还能买到甜美价 因为稳定配息 不会股息忽高忽低 你总是能用时间化解风险 我几年前短线操作过 可以连续五年年度获利 打败大倍超过一倍的报酬 我深知短线操作的难度 我在短线操作时 我是不会到公开讨论区抱怨 或是露出我的弱点 有时间我宁愿多看财报 多研究筹码面 多看心里面的书 强健我生理及心里面的 你的股市功力是能量化的 你每克服一个弱点你就越强 强不是用嘴巴说的 当你看得懂财报时 代表你克服了一项弱点 当你懂得细分资金 做好资金配置时 你又克服了另一项弱点 如果你可以看懂大趋势 例如中美贸易战 肺炎的趋势 你又克服了一项弱点 当你能忍受股价波动时 在行情好或不好 都可以正常谈笑风声 你又克服了一项弱点 如果你能经由追踪筹码面 了解外资群 主力下一步的动作及想法 你又克服了一项弱点 等这些功力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不是你靠用猜的 也不是每天靠抱怨而来的 真正的赢家会不断的学习 克服事情 股市可以为你带来巨大的报酬 也可以让你得到巨大的损失 大部分的人什么都不懂 就想要来股市中大杀四方 但他从没有想过 其实自己是那个提供 别人巨大报酬的一只肥羊 一个人功力好或不好 我大概和他对话三篇 就知道他的功力 如果看我文章几篇后的人 你不知道我的功力有多深 你也许要好好的讨论 自己是不是真的是高手 股市中能赚钱的方法很多 但观念是相通的 你可以中长线赚钱 你可以短线赚钱 不论短线或长线 你都要克服无数的弱点 短线是中长线的缩短板 如果你中长线都赢不了 那短线你怎么可能会赢 是想中长线你可以几个月 几季 几年做出一个决策 短线你是要几秒 几分钟 几个小时要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你的脑中没有正确的决策 那短时间内或长时间 你都无法做出赢钱的决策 这也是我常常在劝一般人的 想要成为短线高手前 你要有本事中长线稳定的赚钱 如果中长线你都赢不了 短线你就别妄想了 巴菲特说过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对20个决策 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 如果你的资金小 你需要的是股市知识及常识 而不是天天在股市中做决策 一般的散户投资股票为什么会输 其实我投机 投资这么多年了 我归纳出几个简单的原因 一 没有任何的股市常识及知识 凭感觉 看几则新闻就乱买乱卖 早期的A大因为这个原因吃了不少的亏 因为什么都不懂 所以也不会有坚持的信念 对于股价下跌时户头损益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容易非理性的卖出 只求一时的心安 但过了几天 几周后 非理性的情绪不见了 又开始买入股票 造成了频繁交易 天天买进卖出 资金只有100万 结果一年成交了上亿 手续费交易税就几十万了 几乎吃掉了大部分的本金 二 因为贪心或不服输 误用杠杆 早期因为没有正确的投资观念 所以会常常误用融资 权证这类的杠杆 因为没有股市的知识 及尝试位底 强健的心理面为辅 过度的放大杠杆 以2.5倍的资金在投机 造成损失是以2.5倍在放大 融资利率是以6.5%每天在计算利息 造成遇到某一些事件时 容易成为压垮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 遇到肺炎事件 因为时间不是我的朋友 融资利率6.5% 损失以2.5倍放大 所以更容易以非理性的价格 把手上持股卖出 三 没有耐心 看到手上的股票不涨就怨天尤人 早期因为没有把股票看成一家公司 也搞不懂投机 投资的不同 所以总是希望买进后最好快点大涨 我卖出后最好快大跌让我再买 但是股票是一间公司 公司一年能赚到的钱 就是5%到10% 一年有365天 怎么可能天天大涨 当初不懂这道理 所以就一直换股操作 最终又回到频繁交易 到了近10年 我悟出了投资的真谛 也了解投资不败的原理 原因在于我一开始做了太多的错误的事 后来一一的把做错的事改正过来后 最终就造就了投资不败的自己 其实江湖一点绝 说穿了不值钱 懂一点数学的人都知道 如果未知数越多 要解方程式就越困难 例如X加Y加A加W加Q加K加P加O加G加V等于25 有人能解开这方程式吗 大部分的人看了就投降了 说这怎么能解 但随着你知道X等于1 Y等于2 Z等于3 W等于2 G等于5等 你觉得这程式很难解吗 不会 就剩一个V变数而已 你只要用简单的加减就能得到答案 股市也是这样的道理 不同的变数代表着股市中的知识及尝试 如果你靠着自学或是有人告诉你越多变数的数字 最终你能预简单就解出这算是 举个例来说 变数X就是告诉你 不要频繁交易 这时X就确定了Y告诉你不要乱用杠杆 尤其是你没有正确的股市知识前 F告诉你要有耐心 W告诉你不要碰权证 Q告诉你股票代表的是一间公司 公司每年会赚钱给你 你只要用时间就能化解风险 K告诉你 获利当眼光费不能被拿走太多 不然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化解风险 P告诉你 公司如果能稳定的每年配息给你 随着时间越久 你的成本越低 风险越低 O告诉你 非系统风险 如SARS 肺炎 非弹 中美贸易战 等只是暂时的消息面 不会持续太久 G告诉你 当你做了一个正确的投资决定后 不要被旁边的人影响你 进而把股票卖出 F告诉你的心思不要太重 股价波动不会影响公司配给你的股息 等 当你把每一个变数都了解后 你会发觉股市对你来说就是这么的简单 长期获利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就像你定存一年得到1%的利息 美金定存得到2%的利息 债券得到3%的利息 特别股得到3.5%到5%的利息 一切变得再正常不过了 你会因为一时的股市下跌而变得紧张吗 不再会了 这时代表你有足够的资格投资股市 你可以获取更高的报酬率 5%到10%股息 基本面够好以委屈价格买到 也许还能有30% 50% 100%的差价报酬 投机者与投资者的不同 我常说 短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 当红海融券明显增加 融资明显减少 自营商避险明显持续大卖 这些人都是短线的人 当他们卖出后 他们成为潜在的买盘 他们为了追求胜利 当然就会制造谣言或恐慌 目的就是让你短线失去理智 然后把钱输给他们 其实股价下跌你不会损失一毛钱 你真正的损失的时刻是下单成交那瞬间 短线别人92元卖 83元买 你再92元买 83元卖给别人 这时你就确实是损失了 不然你92元买 股价跌到83元 这对你有影响吗 其实没有 因为只要半年 一年后 你卖在97元 代表最终你是赚5元的 你赚不赚钱 赔不赔钱和股价曾经出现多少元是没有关系的 股价不过是折磨人性的一种工具 波动就是考验着你的人性弱点 那如何加速你贪婪或恐慌的过程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短线者 你就是若 没有策略 这时这短线课要怎么赚钱 其实靠的就是别人无知时犯的错 那什么时候你会无知呢 投机课发觉恐慌是最容易让一个人变无知 哪怕你是律师 医师 会计师 等 只要一恐慌 你就和一个无知的小散户一样 别人就能轻易的引走你的钱 短线当你发掘散户大卖 融资大降 资券大增时 那代表这些小散户们的言论一定就是偏空 而且一定是恐慌制造者 有一些主力更坏 会透过一些假消息 假新闻来让你恐慌 你只要短线按下成交键 就愤出胜负了 你的成败输赢就在你按下成交键后就决定 那为什么股市中的恐慌言论及假消息这么多 房市你却很少听到假消息或恐慌的言论呢 其实道理在于成交的速度 因为恐慌情绪是一时的 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去 但你要成交一间房子 你需要几个月 半年 甚至一年 而且过程非常的困难 但股市就不同了 你只需要早上起床 App打开 手按一个键 一秒就结束了 不论是买或卖 一秒就结束 对于投机者来说 这当然就有利可图 这时假新闻 令人恐慌的消息就变得有利可图 很多散户又自以为自己聪明 先说先跑一趟 然后再低阶 所以他们也不在乎 卖的瞬间是赚或是赔 这就是造成股市中常常出现 非理性价格的原因 短线的涨跌 大部分起因都是心理面 消息面 筹码面 中长线靠的就是基本面 企业展望 如果你真的把股票当成中长线投资 你就要把它看成房产一般 不要想着轻易的出脱 企图幻想一下卖出股票是很困难的事 你必须要做一大堆事 还要约不同的时间讨价还价 卖出股票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这时你就会变得比较理性 你不再会因为一时的价格而感到心情受波动 举例来说 你会心情受到影响 原因就是开盘 如果是93元 你一秒按卖出 成交就是93元 如果那一秒没有按 跌到92元时 你就会感受到后悔 这也是为什么短线价格能影响你的心理 接下来你就幻想 当你看到现在的价格后 你要成交都要花三个月 当你按下成交键后 你要花三个月 而且三个月后的价格你不确定是多少 这时你的得失心就会消失 没错吧 你今天要卖房子 你会知道你想卖到卖出时真正的价格吗 不会对吧 所以你会因为你动念想卖时房价一平20万 真正成交时19万 感到失去1万的差价吗 不太会了 因为你知道你想卖的价格当下是没有意义的 三个月后的价格才有意义 这时你的得失心就会完全的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房市价格你很少看到恐慌价 红海你能在一天前是93元 三天后跌15%来到77.3元 但房价你试试 最好你有办法买到非理性价 目前有人盯着中国何时开工 若不开工就觉得红海要大跌了 但是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一般品牌厂会不会有库存呢 会对不对 如果会的话 当红海没有开工时 品牌厂先卖库存 当库存卖一些后 之后品牌厂是不是会把卖掉的库存 补到一定的水位 然后再补一些现货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卖手机 我的库存会有2000台 我平均要保持一个月的库存 也就是2000台 这时代工厂没办法开工 我就先拿这2000台先卖 如果卖到剩500台 这时代工厂开工了 我是不是要把1500台 补回来当库存 所以代工厂这个月没赚到的 下个月品牌厂会追加订单 把库存补到某一定的水位 所以代工厂因为2月开工天数少 未来3月 4月营收就会补回来 大家也不要忘了 才刚过电子忘记 一堆品牌厂还是会有一堆库存 除非中国疫情明显失控 三个月 半年无法开工的 早上那一天 确诊 疑似是在减少的 代表疫情有控制住 不然言个几天都还好 2月营收少 3月就会补回来 3月补不回来 4月补 只要人类还活着 需求就是在那 就是有人要去满足他 你要把红海当作中长线的投资 如果你真的要认输 认赔 止损 我觉得你还是要报3 5年 如果3 5年后 你真的是赔钱 那真的就是投资失败 如果你因为这些短线消息面认输 那你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呢 你最后死的不明不白 3 5年后你明明必胜 结果却在短线把钱输给投机者 而且还是中了别人制造恐慌的招 如果你要投机你就专心投机 如果你要投资你就专心投资 短线的投机客无法引走中长线投资者一毛钱 前提是你要保持冷静 投资赔钱 你要因为真正公司经营不好而赔钱 不要公司明明中长期经营的很好 结果你投资却赔钱 然后傻乎乎的骂红海烂公司 这种人你连钱输给谁 为什么输你都不知道 还是不要来股票市场 这里坏人多 不适合傻瓜 中国各省不会阻碍红海的富士康 开工的 红海防疫指挥中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策略 例如确诊人数多的地区人不要回来 想开工的先回宿舍 接受隔离14天 进到厂区后 隔离完14天后 在中国疫情没有安全前 不准再外出 红海FIR也开始制造口罩 日产能200万片 中国武汉1月23封城的策略一定是有效 目前中国确诊人数及疑似人数 有在下降代表目前为止疫情没有失控 富士康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很高 人民也要工作及吃饭 没有政府会阻碍企业开工 只要你有本事提出对策 正好鸿海反应速度 危机处理能力都很强 口罩都在2月5日就由FIR开始制造了 这方面核确还在评估中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你要有口罩才能开工 如果核确没有自制 还得想办法生产 相比之下 鸿海确实不令人感到担心 中长线投资者不需要和短线投机者起舞 短线投机者就是想高卖低买 赢走你的钱 短线无朋友 令你恐慌的人要么是菜鸟 要么是坏人 这两者人说的话 其实都没有参考的必要 股市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战 如果想要短线投机 那就用基本面 筹码面 心理面 资金配置 技术面去打败你的对手 每天在这个公开讨论区露出自己弱点的人 若是能赢到钱 那天底下就没有穷人了 短线价格的波动就仅对当下买进及卖出的人有影响 如果你想要短线赚钱 那一定会有人赔钱 难道你来这个讨论区 一直谩骂郭董 鸿海 刘董 你就能赚钱吗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 你的对手是卖给你股票的人 像你买股票的人 短线投资标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执行了什么策略 赢走对方的钱 有人觉得自己短线好棒 那你就去玩短线 如果你有本事能赚钱 那代表一定有人会赔钱 是输是赢 那是你心甘情愿的 在短线交易前 记得把付给政府的交易税及手续费考虑进去 不论你是输还是赢 这都是你必须付出的费用 当你在这哭天喊的 呼爹叫娘的抱怨时 你没有想过你的对手正在旁边笑着你 他们在笑你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搞不清楚 今天我67.5元买 就一定有人67.5元卖出 今天我90元卖出 就一定会有人90元买 这一买一卖就决定了你是输是赢 这和郭董 刘董 鸿海有啥关系 投机功利弱的人 不管股价涨到多少还是会赔钱 如果今天鸿海股价在100到150元盘整 还是会有一堆弱者买在150元 然后抱怨股价现在才120元 其实股价在什么区间和你投机输货赢没什么关系 和你的功利有关系 既然很多人喜欢凭感觉在这里较多或较空 那你有空就检视一下自己的户头 如果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过去了 你的户头钱还是没有增加 那代表你的方法有问题 一个不知道调整自己做法的人 绝对不可能成为短线高手的 当我敢在公开讨论区分享鸿海的看法 我就不会是短线投机人的对手 有时候请你搞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 当我没有在投机时 股价的波动对我来说没啥意义 你短线是舒适赢也和我没有关系 你的对手是和你一样短线在那短进短出的人 而不会是我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股市中投机系列三 作者A大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活化手上股票资产前需要考虑的是 二测试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独立赢家 三当你有正确的投资观念后 你可以长久的在股市中存活 活化手上股票资产前需要考虑的是 如果你手上持有的股票是有价值的公司 股票就会成为资产 这时券商就会和你说可以利用不动的股票去活化资产 这时就产生了借券这件事 我们能谈一下所谓的借券就是你手上有100张红海 如果你没有要卖你可以在券商做一个设定 然后就能把股票出借给放空的人去打压自己股票的股价 然后你可以赚到一些利息 券商也会和你收三成的费用 红海借券的利率其实不高 大概就是0.1% 有时可能会高到0.5%左右 扣掉给券商三成的费用后 其实就是没有多少 这方法就是标准的损人不利己 其实我是没有教你做过这种蠢事 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借给空方去打压自己公司的股价 让公司的股价长期维持在低档 然后自己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利 如果你真的要活化自己的资产 其实还有别的方式能做 以红海这种超级有价值的好公司 可以拿股票去银行进行执借 以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的利率是原大震惊 你拿红海的股票去执借 利率就仅需1.56% 如果你有本事 你可以搞到比这更低的利率 执借最高借六成资金 只要你计算一下为持率 你可以把红海拿去执借 然后把钱拿出来套利 执借的好处在于你看到好价格时 你还是能直接在券商上卖出 然后把钱还给银行 但借券卖出就仅能扣回 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 当你拿红海股票去执借时 券商也不会像你收你套到利的三成 当你把股票执借后 银行也不会把你的股票借出去给空方 然后打压你公司的股价 这就是属于利人又利己 如果要我建议活化资产 我也仅有可能建议你执借 而不会建议你借卷 执借一定是比融资好 一般融资最高可以借六成的钱 利率介于4.5%到6% 这是极度夸张的高 红海一年稳定配给你的股息约5% 资产增加约10% 当你用融资买进 那等于公司配给你稳赢的股息 都送给券商的融资部了 而且融资后 你会被断头 只要股价剧烈波动 主导权就不会在你的手上 所以不论你是不是高手或老手 我都不会建议你融资 融资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 只要在app下单就能完成 借券你还要去开个户 然后去会拨股票到银行 银行拨款给你 但好处就是利率才1.56% 这就很适合老手及高手 做适度的杆杆操作 以加速财富自由的速度 如果你不喜欢任何杠杆的风险 在这一篇你还是能学到直接的知识 未来市场上在说 郭董拿了鸿海股票去直接一堆钱投资 什么不看好公司 偷卖股票这种无知的话 你就能破解了 郭董拿了鸿海的股票去银行借超低利率的钱 然后去投资 我敢和你说 以郭董这种这么大资金的职借 利率一定是远远低于1.56% 甚至低于1% 首富聪明的负债方法 在一些无知人的眼中却是不看好公司 偷卖股票或是公司要倒闭了 我常说 知识就是金钱 当你知识越充足 你的财富才会越大 大部分有钱的人都会使用一些聪明的杠杆 但前提是他们懂这杠杆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银行股负债比都是90%以上的 因为银行的本业就是在做金融的 风险评估是他们的强项 如果你想试试手上的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赵丰金 广达 等全职股有没有价值 你可以试着去银行问一下用这些股票 他们愿意给你的利率是多少 再去问一下一些DR股 小型股 投机股 题材股 等 看银行愿意给你多少的利率 我敢和你说 越是有价值的公司 你可以得到的借贷利率就越低 你拿鸿海去原大政经借钱 都能用1.56%的利率借到钱 你拿一些DR股去借看看 也许银行连甩都不甩你 有没有价值 其实没有这么难 在这个讨论区有一堆人介绍的投机股 那些股票银行是不会借你任何一毛钱的 因为没有价值的太明显了 大概只有新手才会被炒股集团哄到 觉得那些股票有价值 那些投机股爆越久 你单纯就是赔越多罢了 测试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独立赢家 之前我写过很多文章 上面介绍投资及投机的不同 当你想投资 你仅需要基本面 产业面 金钱 时间 耐心 自我心理面 投资算是稳中求胜 你可以从公司每年得到股息 属于合理报酬 如果公司未来产业发展好 也许会有不错的差价报酬 不过差价并不是投资者所一定追求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努力 想要成为人中之龙 透过交易赚到很多钱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只是你要付出的努力 要比一般投资人更高 当你有一定的股市经验后 你可以去找下面这两本书来看 看一下自己是不适合当职业投机者 看你目前是否有做到书中所写的策略 以第一本交易心理分析来说 这一本书我是在几年前看到的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短线投机六年不败的投机者 当我看到这一本书时 我发觉书中所提和我在做的是有六七成相似 所以这一本书我个人一直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已经在市场连续投机几年赚到了不少的报酬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自己是否在做书上写的事 如果你还没有投机成功过 你可以看完这些书去找到当一个独立投机赢家的策略 就不要浪费时间天天在讨论区上崩溃或是抱怨 你要把努力用在对的事上 这样未来你才会有成就 俗话说 你的时间花在哪 你的成就就在哪 有一些人说自己很努力 每周看盘五天 每天看四个半小时 下午还会看欧股 晚上还会看美股 还会抽空看财经新闻台 也会努力的看报纸 其实这样并不叫努力 这样单纯就是浪费你的时间罢了 看盘对你的功力不会有任何的帮助的 看一些新闻台时 如果你没有判断正确资讯的能力 那些新闻台就会是所谓的出货台 其实也不难理解 新闻台嘛 还是需要活下去 还是需要有广告收入 当某某ETF上市时 财经台当然会介绍 以收取广告收入 一 交易心理分析 作者 马克 道格拉斯 二 走进我的交易室 迈向市场王者的顿悟与解答套书 这时有人会说 Ada 你不是说短线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是零和游戏 你在公开讨论区 如果教会了很多短线高手后 之后你不会容易被这些人打败吗 首先你不要以为要当一个成功的投机者很简单 再者目前我在做的事是投资 我制定的策略是以当初自己在投机时最害怕类型的人 所以我蛮确定投机客无法在我身上赢到任何一毛钱 我的获利来源是公司赚到的钱配给我的 不是从股市对手赢来的 当你有这个想法后 你就会知道在这个讨论区有一些投机客带着你投机有多不智 投机是零和游戏 是你死我活的事 我可以教你学习的方法 给你参考书 但我绝对不会带着你一起投机 也不会把我目前在投机的交易策略告诉你 毕竟短线交易是你死我活的事 如果我在做短线交易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目前我是在做投资 买了后就不动 不会产生任何的交易损益 我以时间等待 不论股市乐观或悲观我都无所谓 所以投机客是不可能透过股市的波动在我身上引到钱的 要实践书上写的那些事 也不是你看完书就会的 虽然不容易 但我还是能指一条路给你去努力 有一些人想努力 但方向是错误的 我也不会吝啬分享一些好的读物让你有努力的目标 当你确立了目标 想当一个成功的投机客是需要几年的时间的 其间你要忍受孤独成功的投机者 眼中就仅会有纪律策略 不太会在一般讨论区上较多或较空的 会在讨论区买了较多卖了较空 天天崩溃的人通常就是新手 单纯就是在发泄心中的压力 或一些比较坏的人是影响对手 让别人误动作从中获得利润 从外资群的操作策略来看 股市不像是一番两根眼的赌局 比较像是像棋或是围棋的游戏 是一段持续时间的对决 当你的功力不好时 就算一时不小心做对了 比较厉害的人还是可以在接下来的棋局中 将战局整个扭转到对他有利 当个股因为某项力多大涨时 外资群也不急着硬去买股票 而是当对手松懈时 再一步一步的把对手逼向死路 这也是为什么短线操作上很多散户 会玩输外资群的原因 因为程度是有差距的 新手可以一时因为运气而作对 但时间一长时 外资群就会以相对专业的策略反超你 平常你遇到欧股下跌的情况时 反应是什么 像吓坏的小羊吗 还是像虎视眈眈的猛虎准备动作呢 当你没有要动作时 你能不动如山 心如止水吗 还是极度恐慌的乱跑乱窜呢 股市中大涨 涨 盘整 跌 大跌都是正常的 因为只要股市波动时短线客才能一决胜负 试想 如果股价都和电信股 特别股一样不会波动 那里面不会有短线客能决胜负的 因为不会有人恐慌 也不会有人贪婪 有人如果对投机很感兴趣 你不妨能在股市大涨或大跌时 看一下自己在干嘛 是忙着布局赚钱呢 还是忙着恐慌送钱呢 几次下来后 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当一个投机客 几年前我在当投机客时 我最喜欢我的对手恐慌 贪婪 非理性 等 因为只要你一旦失去了冷静 你就会做出很多的蠢事 当你做很多一系列的蠢事时 代价就是把你辛苦赚到的钱送给别人 平常你看不起价值型投资 当股市剧烈波动时 你就知道价值投资威力有多大 当你买到一档有价值的公司时 不论股市如何剧烈波动 股价在一阵子后都会回到原有的价值 如果你是买投机股 本梦股 题材股 等 那些股价有可能一下跌后 一辈子都不会涨回原点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投机客 你每天就要推测 当某一事件发生时 个股会上涨或下跌的几率有多大 当你推测完后 你明天可以再验证是否真的会这样 顶级的短线客就是在观察 推测 验证中不断的优化 最终透过资金配置的操作策略 取得高于五成以上的胜率 所以大家不难发现一件事 顶级的投机客每天是很忙的 当他收集完资讯 整理后推测 当我做了一个假设 明天会发生某件事的几率 如果不成立 那就会发生别的事 所以顶级的短线投机客的关键是 处理事情的能力 当发生某件事后 你要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去因应 绝对不会像一只吓坏的小羊 到处乱窜或不计代价的乱砍乱卖 这时有人会说 中长线需要追踪实施吗 答案是不需要 但中长线投资是很无聊的 也没有人规定你持有股票时 不能练习自己的功力 你总不会上战场才在那磨刀 还是练枪法吧 当然是平常你就勤练 未来如果你想尝试当顶级的投机客时 你就能把平常练习的功力拿出来用 当你发觉你推测的越来越正确时 这时你在短线就能轻松的教训你的对手 我看很多讨论区上的一些所谓的短线课都是马后炮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当你看那些的文章时 你怎么可能学到什么厉害的功夫 顶级投机课如果这么容易就产生 那哪来的穷人 当你有正确的投资观念后 你可以长久的在股市中存活 投资是把钱投入公司 公司透过每一季 每一年的经营后赚到了钱 然后把获利的果实分享给所有的股东们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 你一定会一直长存在股市中 很多喜欢看我文章的人 他会一直的出现在我的版上 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能一直存活于股市中 很多公开讨论区上的人 喜欢在短线上用极度夸张的言论去吸引人们的注意 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他们就是短线冲刺型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短线投机课 短线唯有价格剧烈波动才有可能决胜负 当他们在吸引一些人时 除了透过炒作股价外 还会用一些装神弄鬼的方式 说如果你按赞 我就让你加入某某社团 分享给你某某秘籍 很多无知的新手就爱这一位 我常说你要成为一个顶级的短线课 没有你想的这么容易 我分享给大家的通用投资观念 每一条看起来都很不起眼 但如果你把这些投资观念全部都融会贯通 就是让你在股市中打败别人及永远存活下去的秘诀 以下的通用投资观念 我会持续的分享出来 从按赞的人数来看 看我的文章的人可能就是不到一千人 不过这些人我相信 我会一直看到你们的 只要你有耐心 有想学习的心 一年后你就会发觉一些讨论区上很多行为都是不可思议的无知 那时你就会从一个新手成为一个高手 当你能看到很多新人在犯的错误是什么时 其实你已经累积了很多正确的投资观念了 很多老手通常就是用亲身的经验去换一些宝贵的通用投资观念 因为被市场教训的次数多了 所以就有了一些通用的投资观念 这种老手通常不容易受重伤 但你说是不是高手 我认为还不是 所谓的高手就是你要有基本面的功力 有自我心里面的修炼 纪律 会定时去看法说会 在短线你会去追仇马面 注意时事 判断讯息 观察个股中赢家吃哪一套 做资金配置 风险管控 当你做的越多后 你才能撑得上高手 很多高手在股市中几十年了 就是这边咬咬 那边啃啃 因为累积了很多亲身的教训 所以对股市很恐惧 这种人不会受重伤 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去学习高手的课程 所以就是在股市中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及生命 赚不到什么大钱 很多老手就是买一点 赚了就跑 每天紧张兮兮 虽然不会受重伤 但他不敢中压 也不敢压身家 很难在一次大波段中赚到很可观的大钱 当你要中压时 你对于公司的基本面 未来产业面竞争力一定要有相当的了解 而且要想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自己是否能承受 而且重压时因为是你所有的家当 这时你自我心里面的修炼就会显得相当的重要 很多人在买一成资金时表现得很出色 但买到八成资金后因为心里面的不健全 表现得连新手都不如 很多高手在买到十成资金 甚至开了杠杆后 还是表现出稳如泰山 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在股市中赚到大钱 我说过 你的眼界有多大 你的财富才会有多大 如果你仅满足几百 几千 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利润 那你最大的财富就是几十万 几百万 是你的眼界限制了你的财富 所以你会很常看到一些新手在那说 我终于解套了 我赚到便当钱了 这些人就是来股市浪费自己的生命的 如果你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解套或赚便当钱 那不如好好的专注自己的本业 或是把时间拿去开发自己的副业 这都会比你在股市拿着本金贸巨大的风险来得好 股市交易你要付手续费 交易税 越是频繁交易 你死得越快 只要你有正确的投资观念及行为 你才敢在股市中下重注 而且赚到应该赚的报酬 连续几年稳定的赚钱 会比你忽赚忽赔赚的多 我相信市场上有少数的独立赢家 可以赚到比大盘多很多倍的报酬 我会相信的原因在于 之前我一个人在操作时 我可以连续六七年都打败大盘超过一倍以上的报酬 但那仅适用于我一个人操作时 那偏投机的行为属于零和游戏 当我在公开讨论分享红海时 因为不是零和游戏 要大部分人都要能赚的报酬 那一定就是公司赚到的钱 配给每一位股东的合理报酬 不会是夸张的高 也不会是赔 当你的能力很好时 其实你可以当一个独立赢家 不需要来挑战我 因为目前我在做的事 不是个人独立赢家的事 而且分享给大部分的人 使其可以得到合理报酬的正确投资方法 如果你真正很想挑战我 我十年前初期的资金 至少已经翻了几十倍了 毕竟我是连续十年都获利 负利的威力是很可怕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股市中投机系列四 作者A大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不同资金水位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二当学习股市尝试及知识一段时间后 检视一下是否自己有进步 三资金部位很大时 如果买进小型股 低市值公司会产生什么问题 不同资金水位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我常看到一些新手在公开讨论区拆高点或低点 股价的波动是随机的 因为股票是由很多人所持有 当你看到股价在波动时 就开心或悲伤 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一间公司的价值是随着公司基本面积 未来产业面而走的 所以股价会波动是确定的 有时会涨 有时也会跌 当你每一季看完公司的财报确定方向后 每日的波动就是你布局的时候 我常说资金配置 就是平常你在不同时间 不同价位去分批买进股票 最终你的成本就会在均线上 是你布局的时间多长 所以会做资金配置的人 最终成本就是会在平均线上 你的库存中会有60到90几元的鸿海 一平均下来 你的成本就是会在70到80几元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全部买在60到70几元 道理很简单 当鸿海60到70几元时 股市的气氛一定是非常的差 所以一般新手一定是不敢买进 心里会想 我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最终不论股价到哪儿 他一张都不会买 这个例子我之前举过了 一个买了59张的人 他是减资钱买的 成本在120元以上 今年5到6月鸿海在74元时 他一直说如果跌到72元就买 跌到70元他就买 我就把长期技术图形开给他看 他要的价格早就出现过了 他的成本会在120元 代表2018年以前就持有了 2018到2020年4月这段期间 鸿海最低是65.7元 最后我和他说 你不要妄想买最低 你就分批的布局 之后他布了一个月 多买了350张 成本就在当初的月线 也就是77.55元 当除息4.2元后 他的成本就降到73.3元 共有406张 目前他的成本几乎是必胜 如果当初他在布局时 股价是向下走 从74往下走 而不是往上 最终他会布局到72元 不论是向上或向下 最终他都能得到市场的均价 一般新手就爱在那 猜高点在哪 低点在哪 有人觉得70几是底 90几元是顶 所以股价一定会在70到90几元之间 之前我解释过了 这种人一来在股价跌下来买不到 因为想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也会再向上涨时 在81元 83元 85元 87元 90元 92元就卖 所以整个平均下来报酬率不会太高 也许就是平均卖在85元 卖完赚了5%到10%后 又开始较空 其实鸿海一年配5%给你 资产增10% 真的不用这么累 哪天鸿海过了这毛点后 就会像联发科 联电一样 之前联发科在2015到2019年时 也是在净值附近220到250元走 这4年执行220是底 250元是顶 现在股价734元就不关你的事 联电在2009年到2020年12元是底 15元是顶 如果你执行了10年 每年都给你很顺利的赚5%到10% 扣掉股息5% 加上一些负利或是你倒别挡乱搞 10年你共赚了近50% 现在联电47.4元也不关你的事 持有联电负利在投入 也许都赚了10倍了 你在那赚50%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以鸿海2016年以前都会配股息 所以赚8到9元后 每年除全息股价会扣十几元 最近4年鸿海不再配股票 每年赚了8到9元后 才配了4到4.2元 很多投资者还被锚点定在70到90几元 最终就发生了鸿海净值都87.36元了 股价还在70到90几元 这时有人说鸿海是代工 没什么技术 那是你对鸿海的误解 鸿海的问题单纯就是股价不涨 这种感觉就像是联电在12到15元 在净值以下时 也说联电烂透了 当股价涨到50元后 这时又有人说联电是半导体业 我就觉得很有趣 股价在12到15元时 联电难道不是半导体业吗 结论 鸿海股价如果在70到90几元之间波动 你也不用为了小毛小利去买货卖 因为鸿海每年的净值一直在增加 价值在增加 哪一天冷不防的就跳脱了这毛点 这区间 当跳脱后 那时能不能财富自由 就要看你手上有多少股票了 当学习股市尝试及知识一段时间后 检视一下是否自己有进步 最近我发觉很多在我下面留言的网友们 一直说自己在心态上沉稳了许多 对于投资的心态也正确了不少 当初我说过 中长线的投资仅需要基本面 产业面 自我心理面 耐心及时间 只要具备这些因素后 投资是一定稳赢的 如果你选择了和我相同的股票 在基本面及产业面上 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研究了一年九个多月 而且我敢压我所有的身家买进 重点是我近十年未曾一败 当有了基本面及产业面后 接下来就是自我心理面 耐心及时间 其实自我心理面 就是一系列的投资观念 我分享了许多的通用投资观念 为的就是矫正一般新手 不正确的投资行为 我常常会举现实生活中的实力 给大家听 你现实生活投资一家店 你研究完店的基本面后 你是不是才会投钱进去 当你投钱进去后 你有可能一小时 一天三天五天就要赚大钱吗 应该不会吧 开店做生意需要时间去经营 这时你就能接受 所谓的正确投资 是要花时间的 这时就能带出 你持有这家店股权时的耐心 当你投资的这家店 能持续为你赚到合理的报酬时 这时你会因为一些小毛小利 去卖掉这家公司吗 应该不会吧 一家有竞争力的店是一只金鸡母 它能一直为你生出金鸡蛋 当你要处理掉这家间时 至少也要别人多开 10到20年的获利给你 这时你才有可能去割爱 不然你就一直傻傻的持有这家店 只要这家店经营没有问题 你越持有你就越赚钱 所以投资是稳赢的 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大部分的人以为自己是投资 其实是想要投机 如果你要投机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要学习别的技巧 例如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题材面 想象力 资金配置 纪律 风险管控 等 透过推测对手的行为 去引走对方的钱 投机就像赌博一样 不要以为赌博就不需要技巧 我一样举一个例 如果你今天和别人赌13只 大老二或是麻将 如果你连这些游戏的规则都不懂 而别人都是老千级的老鸟 你觉得你能赢他吗 也许一两次运气好 你是能赢的 但长期下来你必输无疑 很多新手进到股市中投机 什么规则都不懂 就以为低买高卖就能赚大钱 买了就天天期望股价大涨 卖了就幻想股价大跌 如果不顺自己的心意时 就到讨论区谩骂 其实这就是输家的行为 如果不去改变 一辈子都是输家 当你看了我的文章后 觉得自己程度变好许多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我分享很多股市陷阱 很多投资人会犯的错误 投资时应该避免做的事 等你没完成一项 你的程度就近一阶 我之前常说 投资功力是可以量化的 你懂得越多 你的功力就越强 你避免越多的股市陷阱 你就越不会损失自己的本金 以我之前的经验 只要你看我的文章超过半年 我相信你在中长线投资上 应该是不容易再赔钱 如果你想要投机 那可能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 一个顶级的投机课 至少要几年才能养成 而且投机时 绝对不可以听别人怎么说 或是跟别人怎么做 投机一定是要独来独往的 在这里有一些在大团结投机 那八成就是诈骗集团 两成是不够明智 如果你看我的文章一阵子后 觉得整个投资观念都正确了 那代表你在做正确的事 当你的投资观念到一定的水准后 你的户头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一步一步的增加 正确的投资就是很无聊的 千万不要学一些低级的投机课 买了较多 卖了较空 这是损人利己的事 做这种事的人功力是不会增加的 未来资产到某一个水位时 他会遇到更厉害的骗子 把他的钱都骗走 因为他从没有透过学习增加自己的功力 未来总是会在自己设的骗局中滑一胶 骗人者人恒骗之 恶人自有恶人志 资金部位很大时 如果买进小型股 低市值公司会产生什么问题 因为资金部位很大 很容易买一买就成了主力 平常股票流动性不佳 在没有什么重大力多时 要卖出股票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刚上新贵 上贵的公司 通常净值不会很高 获利也普通 但股价都会在相当的高 道理也不难理解 因为大部分的股票都在公司派手上 在新贵时尤其是更明显 公司会请券商造势 仅需要花一点小钱 就能把股票维持在高档 就算你看到净值20元 一年赚1元 股价200元 觉得股价非常夸张 但你手上也没有股票能卖 你也不能放空 当你重金压这种小型股 低市值的公司时 因为股本小 股东人数也少 你的对手不会是散户 中时户 大户 外资群 投信 而是公司派 公司派的人很容易就看出公司 接下来会不会赚大钱 例如拿到一笔大单 高毛利的单 公司派很容易在半年前就知道公司之后会赚钱 当然也会知道公司未来半年后是否会赔钱 当你的对手是公司派时 你怎么战胜他们 当他们得到消息后 就会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 你无法透过财报领先对手一步 所以买这种公司通常你都是最后一棒 最后一只老鼠 如果运气好 几年前就买到股票 目前有一个大题材 赚大钱 因为是运气好 公司派再怎么厉害 也不会知道两三年后电源管理IC会大缺货 这时就是属于运气 绝对不是什么实力或是你研究的多透彻 如果你贪心想要看到公司股价能到多高 或是等下一个月公司在公告获利后 发现获利不好才要卖 那时一定是来不及的 我说过 大资金的人求的是平均 不会妄想全部卖在最高点 而且这种小型股要卖出 一定要在散户市场 公司派还有梦的时候卖他们一个梦 你绝对不可能知道缺货会缺到什么时候 但公司派一定会比你快就知道 一旦缺货题材消失 公司派 市场就不可能在每股净值25元 用股价100元去买你手上非常大量的股票 结论 当你手上的资金部位巨大到某一个水位时 你一定要选大型全职股 非常大的原因就是 每间公司一定都会有早知道的人 以鸿海为例 股东人数76到80万人 早知道的人几十几百人 绝对影响不了公司的股价 一定是可以透过财报 看法说会 观察筹码 观察其他散户的习性去打败大部分的人 你不需要打败早知道的那几十几百人 你只要打败那一些凭感觉 凭直觉而且也不做功课的其他几十万名的股东 你就能赢了 这时你懂基本面 懂产业分析 你的整个优势就出来了 而且你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可以早知道鸿海综合财报的人 一定是各集团的总主管 个别的集团只知道自己的 更不要说什么工程师或业务 可以掌管到各集团的人 他的财富 地位已经高到某个水准了 这时对他来说 人格会比那一点点小钱重要 所以鸿海这种股票 几乎不太会有早知道的问题 因为鸿海组织太庞大 不是说你接到一个大单 某一个集团赚大钱 就会影响整个公司是否赚大钱 少了早知道的人 那就来比谁研究的透彻 这时我的整个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如果你想要有比较大的眼界 试着把观察的个股增加 时间拉长 很多新手眼中就是紧看得到 每一笔交易 每分钟 每小时 每天 其实就是稍微短视了点 外资群手上的部位很大 在股市中一定是以统计在交易的 菜鸟因为凭感觉买货卖 所以很容易就是在短线交易 输给了外资群 试想 你一次全买 一次全卖 每天压力巨大 每天在讨论区崩溃 该买时不买 该卖时不卖 而外资群却恰恰相反 对他们来说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反正他们要的就是平均 如果你的操作没有平均的这概念 你不可能是短线高手的 我知道很多骗子一直在那 说自己最低点买进 最高点卖出 天天都很准 你稍微动一点脑 如果真的有人能这么神 富力的威力早让他 赢光宇宙的财富了 最好还会再讨论区骗神骗鬼 我发觉很多人在投资之前 都没有想好策略 也没有研究好自己要做什么 常常就会以投机的角度切入 买价值股 投资的角度买投机股 你没有搞清楚钱就买进 你的下场就是 在价值股中天天崩溃 觉得为什么公司的股价稳成这样 然后有个风吹草动 就在杀进杀出 光手续费及交易税就够你呛的了 还有另一种就是被诈骗集团花言巧 与迷惑 以投资的角度去常报投机股 这种你一定是越报越死的 从年初开始 市场开始投机 从防疫概念股的耳温腔 口罩 口罩原料 疫苗 生计 DR 太阳能 到现在运送疫苗的路 海 空运 这就是冲着热门题材在投机 你不要觉得自己在投资 目前市场在炒的就是运输疫苗的题材 之前那些防疫股 几乎就是渐渐的打回原形 这可以很轻易的从观察历史就能知道的 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功力 所以觉得自己够厉害的人 就应该去这些题材股 热门股去和别人决一死战 怎么会到中长线的价值股中天天崩溃呢 你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吗 想要稳中求胜 用时间稳赢 那你就是投资价值股耐心等待 如果你觉得技术高超 无人能敌 那就去和其他短线客决一死战 投机就是零和游戏 赢者全拿 所以你能在短线得到巨大的报酬 如果觉得自己功力不够 就仅能在价值股中以时间稳赢 那就耐心点 用时间换得必胜 这很值得 有价值的公司每天都有在营运 鸿海从年初到现在 大概也赚了7到8元了 股价涨不涨不影响公司赚到这7到8元 也不会影响到明年把这些钱配一半给你 另一半继续投资F3.0 电动车 数位医疗 机器人 半导体 5G 人工智慧 如果觉得用时间换合理报酬太蠢了 那你就精进自己的功力 去和其他的投机客决一死战 不过我只能和你说 成功的投机客都有两把刷子的 如果你一把都没有 你铁定就是送钱的那一位 当你不懂什么是筹码面 技术面 心理面 资金配置 纪律 消息面 题材面 等 你无疑就去送钱 如果功力不足 那就留在价值股中用时间换报酬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 你心里就会比较健全 不会常常看着股价在崩溃 投资吗 用时间赚点钱而已 投资赚钱天金地益 代价就是你要有本金 时间及耐心 总不能自己又弱 又想快速发大财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如果有 世上就没有穷人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风险评估及管控系列一 作者A大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不同理财商品的报酬及风险 二 不同的风险及报酬需求要选不同的类型的股票 三 如何避免掉入投机陷阱 不同理财商品的报酬及风险 最近半年来 全球的疫情影响 各国央行都在印钞票救经济 所以要把银行中的钱都逼出来刺激经济 原本的理财族因为受不了理财商品利率越来越低 就纷纷把钱投入股市 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为了做个人资产配置 然后研究了一些理财商品 那时的利率如下 一 台币定存年息原本1.09% 现在仅剩0.8% 二 台币活存 Richard 活储原本有1% 现在还是1% 但从额度50万降到仅剩30万 三 美金定存原本有2%到3% 现在仅剩0.4% 四 台币短缴保单原本10年年化报酬率有2.51% 现在仅剩10年年化报酬率1.6% 五 美金短缴保单原本10年年化报酬率3.45% 现在10年仅剩年化报酬率2.5% 很多理财商品的利率都降得非常的低 尤其是台币定存利率从1.09%降到0.8% 跌破1%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防线 以前温水煮青蛙的降利率还能安慰自己说还有1%多 当跌到0.8%时很多人就开始受不了了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解掉定存 解掉美金定存进到股市中投资 这半年来很多新手进到股市中 一开始的初心就是为了赚到比定存利率高就行了 如买台积电 鸿海 中华电信 元大台湾50 联发科 金融股 传产龙头股等 但看到台积电觉得股价太高 看到鸿海觉得股价都不涨 台股就一直在涨少数的全职股 如台积电 联发科 这时他们再也受不了了 就开始找一些会涨的股票 这时就出现一些腰股 投机股 DR股 防疫股 生计股 疫苗股等 这些股票因为股本小 有题材 容易炒作 所以股价很容易就涨到天上去 但因为太容易炒作了 使得买这些股票很容易一个闪失就受重伤 很多新手来到股市后就想着如何大杀四方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股市是一个淘汰赛 输家出局 赢家留下来 时间一久后 在里面会有很多的赢家 这些赢家身经百战 以我来说 我一开始进入股市前七年都被股市教训 当我领悟股市的原理后 近十年未尝一败 这十年中的前六年我主攻投机做差价 一个人靠着策略独来独往 在不同的个股中透过筹码面 技术面 心理面 资金配置赚到差价 近四年主攻中长线 会做中长线的原因是我的资产透过股市持续获利 本业薪资再投入 负利让我的资产变得相对的大 我只需要选择一些大型全职股透过基本面 资金配置 健全自我心理面及时间我就能稳赢 当新手进来后 你会面对不少我这种对手 我在投机时已经是连续六年不败且打败大盘一倍的获利 中长线四年也持续在获利 当我在布局我的中长线策略时 我一定会去制定投机客最讨厌 最难赢的策略出来 我要的报酬率仅需5%到10%的股息报酬 如果挑选的公司好 未来转型或成长顺利得到差价报酬 当新手面临我这种对手时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赢50%几倍 然后又没耐心 没有任何策略 没有股市尝试 股市知识 心里面不健全 资金充满弱点 对资讯没有判断能力 等 你怎么可能可以长期的在股市中快速的得到巨大的报酬 当你了解自己进到股市后 原来对手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知识 有策略 够冷静 够理性 有耐性 等 这时你就该先放下你的贪婪 一开始先从稳健的5%投资赚起 投资是公司赚给你的报酬 每一个人都有 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买到价值区 时间一久一定是稳赚的 但投机就不一定 因为是零和游戏 能得到巨大的报酬 但也会损失巨大 当你要投机前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功力才能去投机 不然你就会是高手 法人 外资群眼中的肥羊 负责送钱的 最近很多DR股中也是因为很多新手的贪婪 所以才会让一些集团有机可乘 用夸张的乐观言论让新手用极危险的价格去投机买进DR股 不同的风险及报酬需求要选不同的类型的股票 大型全职股 中小型股 投机股 本梦股 题材股 这三种类型我会选哪一类呢 今天如果退休了 钱赚的差不多了 靠股息就能过活 应该要选择风险最小 报酬率最稳健的大型全职股 不过既然要买大型全职股 应该去买获利稳健 股价低估 被市场看衰的龙头股 毕竟公司长期会获利 稳定的配股息 又有净值护身 仅需一到二年就能化解风险 如果要报酬大一些 股价比较活泼 公司比较具成长性的 就要去选中小型股 没有非常的稳健 但可以依据公司财报情况去做调整 这需要基本面功力有一点程度后才比较适合 如果想要短线赚差价 快进快出 就该去买投机股 近期 八年来我很少碰投机股了 反正就是投机赚差价 透过策略 纪律及抓心理 这种投机股风险就是极大 里面有很多主力及炒股集团 吃人不涂骨头 如果功力不够 很容易就是送钱的肥羊 投资或投机要懂得风险 而且要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决定要炒短时 要拿出炒短的心态来炒 决定要价值型投资时就要有耐心 投资及投机的方法百百种 能赚钱的就是好方法 很多人会失败的原因就是明明一开始是炒短 想赚差价 想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结果赔钱后 一套劳后舍不得卖 不肯认错 催眠自己是价值性投资者 在一开始选股票时 价值性投资和投机股 两者性值 价值就差很多 在投机股中价值投资 报越久输越多死越快 投机就是不想花时间等待 价值性投资就是愿意花时间等待 一个拿较大的风险换取快速的获利 一个拿时间去换取合理的报酬 很多人会说股票是投资未来的 所以看到公司忽然一计赚个两元 就开始以用一年赚8元 20年赚160元去追股票 但他们就是忽略了风险 所谓投资未来是指一间公司之后的发展性 但大多数的人都看不出公司未来的获利能力 不要说是一年后 三年后 十年后 也许连下一季公司能赚多少都不能确定 但他却愿意付出目前最佳获利成10倍的差价去买进公司 一旦公司获利不如预期或是没有市场想象中的这么好 股价就会开始修正 以联电及联发科为例 第三季的获利是超过上半年的 结果财报出来后公司股价却是大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的获利已经被拿走了五年 十年了 如果公司获利没有好到令人不能相信 短线股价一定是会修正的 很多人看不起净值 但净值却是你最终的保命符 你要以净值为底 然后去发展 至少当你遇到不好的情况下 你知道下跌到什么地方是一个底部 我举个例 我开一间鸡排店 资本额为一千万 这一千万就是我的净值 接下来一年赚一百万 一年配五十万出去 十年后 店的净值有一千五百万 另一间店资本额一样一千万 前五年每一年都赔一百万 赔到净值剩五百万 结果第六年忽然一年赚了一百二十万 这时大家就开始用一年赚一百二十万 这时有人来说 投资谁和你看净值 A大开那家店 一年才赚一百万 另一家可以赚一百二十万 所以就开始诚实被去算了 觉得他值两千万 其实他的净值五百万 一年赚一百二十万 总共净值才六百二十万 要赚到两千万 需要十一点五年 这时就有人说电视投资未来的 两千万便宜啦 再怎么样乐观 你也需要十一点五年去赚到净值两千万 重点是未来十一点五年 也不一定每一年能赚一百二十万 也许就是刚好对面竞争力超强的店 休息一年去环游世界 一年后这家店就回到一年赔五十万 而我开的店经过了十年的赚钱 店的资产累积到一千五百万 每年已赚一百万的速度 我仅需要五年就能值两千万 在现实生活中 你一定不会搞错哪间有价值 但一进到股市中 只要股价涨了 你就会把理性完全的丢到脑后 单纯用情绪去看事情 如何避免掉入投机陷阱 珊珊 哎大宁愿意让其他散户保持理性跟冷静 有时间也来普申伯来公园 看我们一下好吗 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个故事 很多新手眼中只有股价 他们不知道股本这件事 也不知道筹码 今天如果你要坑杀别人 你要选一档股本两千亿的还是两亿的 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答案就是两亿的 那一样是两亿的股本公司 股价一个长期在一百元 一个长期在两元 哪一个比较好控制 答案就是两亿 股价两元的 这就符合了泰金宝 美德一的特性 炒股集团只需要用一些钱 就能控制股价的走势 很多新手眼中又仅有股价 看到股价上涨时就以为要发大财了 但是股价单纯就是拿来引诱你们的耳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给你听 一家刚上新贵的公司 这时你觉得市场上有散户有股票的吗 一定没有的 这时公司只要叫券商造势 股价涨到多少都是可以的 这时散户就会觉得有差价想去买 最近一些抽股票的都是利用这原理 之前寿司股价涨到325元 结果给你抽到时 拿到后 股价仅有120元 现在跌到100元以下 其实涨到325元时就是左手卖右手 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有股票 你懂这道理后 你要如何去避开这危险呢 那就是以基本面为底去做一个最差的假设 例如我买了鸿海 如果我80元买到 那最差我会怎么样呢 当你发觉鸿海净值84.38元 一年赚8元 一年配4.2元 最差你就是抱着当长期的股东 股价在77元 76元 75元 你根本就无所谓 反正每一年到了 你就能拿到4元的股息 公司连续赚个3到5年8元是没有问题的 一旦你做了这假设后 没有人有本事引走你的钱了 反正你就使出蓝的理你大法 抱着你用时间就稳赢 这道理是用在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赵丰金 等台湾50成分股中的前40大 有一些股价偏高的就不要去选 那回到一些投机股 一来没有基本面 二来没有净值 三来没有竞争力 四来不知道能赚多久 五来股价已经高到100年后的获利都被拿走 这种标的你只要一有闪失 你一定就是受重伤的 所以我就将这类的叫投机 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吹牛 反正公司能不能赚钱不重要 会不会配息不重要 股价会涨最重要 你要能卖给下一只老鼠最重要 这也是我和你说的 短线一定是无朋友的 投机时别人就是瞄准你放钱的地方 用尽任何方法都要让你非理性的掏钱 有的是用盲目的乐观 有的是制造共同敌人 有的是用温情你是我的宝宝 等 反正手段很多 只要你吃那套 他就成功了 当一个新手时 你主要的目标不是短线发大财 你要先以在股市中活下去为目标 先得到合理的报酬 磨练自己的功力及心理面后 再去想赚更大的钱 你不会游泳时应该不会直接跳到大海中学游泳吧 你一定是先到游泳池 而且是比较浅的地方 是一下自己的打水技巧 当学会后才会去深水池 当很厉害时才会去大海 不过我建议还是不要 还是太危险了 能去大海游泳的人 投机股 转型股 小型股 新贵股 一定要有相当的技巧 而且如果你不做好安全措施 你还是很容易就溺死 文章出自A大个人研究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幸福